国内最大电玩盛事台北国际电玩展 在禁歌热舞中火辣登场 不但民众封游戏 艺人们也对新游戏为之疯狂 跃跃欲试 今年国内各大厂商纷纷使出浑身结束 不但有新游戏试玩 还有各式体验区 让民众有更趣味的新体验 这次索尼亚洲区总裁 跟独家亮相新一代PSP主机非常吸睛 这个是我们搭配双触控的背板 那我们请安田先生给我们看一下 它的背面触控面板 游戏也特别推出全新体感游戏式玩具 让民众有个健康盛心的电玩体验 使用体感的感测技术 不需要使用任何的控制器 直接使用身体的一个感测呢 不管是动你的手跟脚的一个部分呢 就可以来跟游戏里面的人物来做游玩 台湾洗猫记者 蔡卑锡 李冠燕 蔡方报道